一拍脑门有了做镂空设计的想法 但是现实呢往往没有那么美好 这个小垫子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就状况频出 比如起初的这个粘合衬太厚了效果不好 再比如表布的装饰上 能考虑的是一些中式元素的线条 但是大面积的画好之后呢又觉得有点呆板不是很好看 尝试了半天呢最后打算在上面呢绣两只小柿子 因为这个蓝色的小垫子啊整体颜色比较深沉 那小茶垫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遗情的一个小物 所以如果颜色太深的话反倒会让人心情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咱们就派小柿子来打破整体的沉梦感觉 虽然绣工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效果还行 起码我想传达出去的感觉还是能够传达出去 我觉得看到的朋友应该也是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 有时候看到朋友们在评论里开玩笑说 这手工啊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我就在想其实我无非就是比您多做废了几次而已啊 您看哪怕是像小茶垫这种看似很简单的手工 也是需要我们一遍遍去尝试去修改 最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 这大概就是手工的魅力吧